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欢迎大家来到这个星期六周末 5月25日的桑普频道 欢迎收看桑普论症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桑普频道 comment, share,subscribe,youtube,patreon 看完广告和 用Superfans的功能赞助支持本人 我们继续讲一讲两件简单的新闻 我这一节应该相对短一点 希望讲一讲 昨天我的一些观察 5月24日的观察 以及关于台湾 立法院国会外的观察 未来的 动向是怎样 以及关于下星期二的计划 以及希望讲一讲 一个月明光 归香港是否涉嫌被全球下架的事件 我们先讲台湾的国会问题 我们看回自由亚洲电台 也有广泛报道 当场也有记者去采访我 有关的影片 记得放在Facebook 昨天的情况 人声非常大 如果你用521星期二 和524星期五 做比较 521星期二 我会认为最高峰的时候 大概2万多3万人 昨天的情况 我想到8万至10万 人潮在夜晚 擠爆了整条中山南路 主要行车线 甚至佔领中口东路 这个情况是回复回到2014年 当时三一八太阳花运动的时候 那种非常激烈的情景 而且不知台北的地方 高雄也有2万人集结 我想这些情况 会不会星期二更加延续呢 我相信极有可能 因为接近三读 现在二读 基本上还剩下18个条文 大概需要4个半钟 下星期二下 即是开会 我想28日开会 我想相当重要 因为如果 它是过的时候 即场根据宪法 可以立刻进入三读 会员司是4个半钟 我大概预算到下周 即是星期二的下周时间 可以进入三读表决 那这个就是关键的事 我想这个情况 会不会等于 我们鼓励人家去冲击呢 绝对没有这样的意思 我反而觉得 大家要想一想 有什么善后方案 我觉得比较实际一些 我们觉得 在这个民主的过程中 程序正义固然重要 我们也要正视中国势力满透的问题 亡国的问题 但有没有善后措施呢 我们先讲完这一份 分的资料 和大家简单讲一讲 那 台湾的国民党 联同台湾的中国国民党 联同民众党 在立法院推行这个 推动国会改革方案 就是在星期四 24日 开会逐审 激起了50多个台湾公民团体 再号召民众包围立法院 最高峰的时候 达到10万人参与的 另一边商支持改革案的集会现场 也在同一条街上 相隔只有30米 这个就是 好像共产党对付的模式 以前搞占宗 另一个地方就是反占宗 什么保和平 有相隔300米 但是声援者 声援支持改革 改革基本上乱正 有些人尿尿无几 有些打卡 喊几个口号就走了 由于双方阵营距离比较近 警方亦有高度戒備 今次集会相对和平的方式进行 有参与者表示 没有选择以冲击方式 令到南白阵营都收手 是相信台湾人还有其他方式 去推翻这个法案 那怎么做呢 我等一下会讲下 有没有一些mitigation strategies 一些所谓的 缓和 或者是 将他们这些恶化的影响 减到最低的方式 甚至取消的方式 晚上9点多 大会宣布 已经有10万人参与 立法院外的青岛东路 和中山南路 和济南路一段 就逼满了人 人群甚至逼出了 中校东路一段 和公园路 这是相当的 逼公园路 已经去到 近总统府那边 台大医院站附近 虽然天气门热 偶有雨粉 但气氛仍然高涨 走人士高举标语 不是高陷口号 活有讨论不是民主 推回法案实质审查 国民党党不了 台湾不会好 除了台湾的立法院之外 全台湾包括了台中 张法 嘉义 台南 高雄 台东等地 都有群众 举行抗议活动 台南有超过五千人参与 曹英诚说 不能够被中共操控我们的国会 今天不抗争 我们明天都会变成畜生 都会变成被他们任 他们屠宰的一些 一些这样的动物 这件事相当可怕 曹英诚就是乱电的创办人 再次到长星门 他也是我的其中一位 很尊敬的一位长者 他发言的时候接受媒体访问 被问到台湾人 是不是输得起三毒通过 他自信地回应 我们不会输 这个三毒通过 我们有很多方法将他翻过来 例如释憲可以公民复权 可以要立法院去改选 很多方法 只要大家有足够的决心 团结我们的民主永远存在 所以大家不会灰心失望 外界有很多声音觉得 事件可能会引爆太阳花河2.0 最终导致抗争者冲入立法院 不过两天的国会外抗争 都有人不停呼吁参加者 不要冲突 在台港人政治 刊物自由港的阻耻 就说 台湾仍有其他方法 他说 香港如果我们过了 所有事都不能回头 但台湾 现在民进党是执政党 他们又在网上说 期待三毒通过之后 以释憲的方式 将法案再把它下架 我们在香港要冲进去 是因为没有办法 但他们不用冲进去 是因为已经选了一个 比较符合他们位置的执政党 所以民进党立委洪新汉说 目前的策略是将时间拖长 让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 从而对国民党和民众党施压 红新汉说 如果他们要硬干 他们就要付出代价 一定会更大 现在有五万人 晚上增设十万人 包围立法院 都是年轻人 有强烈对民主有信念的人 这样的力量 回到各个场面里面 当然是会对国民党和民众党的 倒行逆施 我觉得当然会带来很大的压力 大家叫出的好朋友 韩国瑜加油 这是另一边 礼拜五除了有反对国会改革的人 也会有支持这些所谓国会改革的人 这些改革是他们的框架 这些口号的方言 同样位于国会外的清道东路 紧以镇江街为街 双方相去三百米 警方用围囊将双方分隔 因为未知现场会不会有冲突 警方已安排大约五百个警力 在附近戒备 不过去到晚上时分 支持者顶多都是几十个人 主要是打完卡就走了 也没有人主持的大台 至于一部有屏幕的大宣传车 停在那个地方 播放反对民进党的文宣 和反对者的集会大相敬庭 被称为韩国人粉丝的挑大师廖成方 带着大国旗 去到现场落力揮舞 他认为国会要是改革成功 国民党就凄惨了 那这就是他们的意见 那我当然宽容不同的看法 但我当然支持和反对很清楚 还有我都用行动 不是值得八口 要参与这些不同的示威活动 所以我都希望大家 反对这种所谓的黑商作业 反对这种扩权 濫权 反对共产党 利用他的在台湾国会的代理人 是不断地去做一些 搞乱台湾的行为 所以这些情况 我们一定要有所警惕 但是我们要如何行动呢 当然我们会采取公民行动 越多人 整个国际舆论 整个国内舆论 都会有所改变 不要以为这些事情 一定没有效果 我会觉得有很多事情 需要去注意 回到一个位 和大家简单说一说 我希望未来都会写这些文章 究竟有什么善后措施的问题 善后措施包括几件事 希望大家明白 第一件事就是 按照宪法机制 行政院可以提出福议 福议就是回复的福 上面做个西下 下面做个伏的福 福议就是议论的议 什么叫福议呢 就是说行政院 对于这个立法院通过的法案 首先跟大家讲一个基本的原则 中和民国宪法 大家喜不喜欢宪法都好 中和民国宪法第七十二条规定 立法院通过了一个法律案之后 他送给总统和行政院 总统原则上要十日签署之后公布 但有个例外 另外就去回原先是宪法五十七条 第一五十七条基本上已经被冻结了 去回宪法增修条文 第三条第二行第二款 再讲一次 宪法增修条文 第三条第二行第二款 当中规定就是说行政院长可以对行政院 可以对立法院通过的法律案提出福议 就是说我不同意 我要你重新审议 那么这一点呢 就经过总统的核准 行政院可以对立法院提出福议 然后立法院就要开全会 全部的院会 基本上去再表决 这个表决的话 并不是说由第一读 二读三读 是基本上再看 就是基本上三读之外 再審多一次 那么当然这个机会 通过机会都不大 目前有113席的立法院里面 民进党只占五十一席 而其他的席位 都是比国民党战据绝大多数 五十一是民进党 八席是民中党 OK 那么这个重要 还有是五十四席 是国民党 及其他所谓无党派的人士 都是泛民的人士 不是泛民 泛兰的人士 所以我们总统的反国民党 五十四席 OK 那么下个星期 还有三个或四个国民党人 就会去外国参加会 走几个 但民众党 王国昌 八席在这 所以怎么数呢 国民党和民众党 都会救票通过的 未来福尔 就算走四五个都好 基本上都是救票 这个多数的 这个南白的这种合谋 基本上可以救票通过 这个所谓 所谓 国会改革法案 这个所谓国会改革法案 就是一个 不尊重程序正义 一个搞乱台湾 国权的地方 每一个人可以人人自危 被人抽签去立法院 就是国会 去做质询 如果 不去 如果去不说话 如果说话 说虚假的说话 或者是反质询 什么是反质询 就没有定义 那你就可能被罚 两万至二十万的新台卫 可以连续处罚 罚到你破产了 OK 你说多一次 就处罚多一次 不去的又处罚你 今天全理你不去 处罚你 第二天全理不去 又处罚你 总之说一些 我不对 听我说话 你今天吃了饭没有 今天是不是反质询 没有定义 那这些地方是很得人的 接着官员 如果他虚假诚述 一年有其徒刑 这件事很得人的 即是将香港的 这个 立法会的 藐视立法会罪 照版主管copy 下去这个 台湾的藐视国会罪 很得人的一件事 好了 这件事我们分析过了 今天我讲 就是有什么善后措施 第一就是提醒福尔 但是福尔 基本上 如果福尔不成功 结果又如何 福尔仍然是大多数 通过了原先的法案 那就收皮了 在现在1999年通过的 中华民国憲法 增修条文下 这种 情况是 行政院 不能说不 这个法案 就是as is 的 OK 但这个地方 是争取到什么 争取到时间 即是总统 不需要这个时间公布 不需要十日内公布 那你福尔有个过程 那你31日之后排的 就已经去到 这个 行政院长 这个 卓榮泰 要去到这个 国会那裡 去接受总质询 那这个如果时间定好了 你要再接 最福尔 已经是后面的时间 那变成了 整个过程 会拖长 OK 那个法案 无法生效 但这个地方 只能止 没有办法 整天可以 整天这样做下去 这是其一 第二件事 在通过法案之后 基本上是可以申请这个 大法官会议解释 那现在2022年之后 即到年前 就转了个名 司法院重新组织的 憲法法庭 根据憲法訴訟法 提起憲法法庭解释 就是释憲 就不是香港那种人大释法 不是 释憲是什么呢 真是違憲審查 由行政院 或者其他有关的人士 一些利益的利害关系人 提出一个释憲案 就是说 違憲審查 什么叫違憲審查呢 judicial review 司法覆核的意思 方言之 认为这个法案 有侵奪到 司法院 监察院 有关的权力 他这个情况 是不合宪的 这个情况 可以提醒这个覆核 提醒覆核期间 同时 这个申请 大法官 你们有三个人在審 就是这些 憲法法庭的法官 可不可以做一个暂时处分 他的条文是暂时处分 应该是 憲法訴訟法 第四十三条 自己回去看看 这个就是说 可以做一个暂时处分 换言之 是大家可以去 请求这个法院 做一个 禁止这个法律生效先 直到裁判为止 但我再说一次 这个暂时处分 为期最多六个月而已 顶到也是 顶到长一点的级 而已 去到最后 这个情况 都是宪法法庭有判决 为准 宪法法庭有判决 基本上有几个重点 第一 法庭会不会被这个暂时处分 没人知道 即暂时停止这部法律的实施 基本上是极端的情况 才会这样做 非常严重 即是说 你不敢做 会有irreparable harm 会有不可回复的损害 那这个情况 会不会这样做呢 因为照给这个法律生效 法庭去审 审完之后都有风险 他不知道怎么判的 是吧 即我的想法 不是等于台湾 这个宪法法庭的法官的想法 没有必然关系 起码 所以就会有风险 这个是另一件事 我们要注意的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招数出 有 有人说 罢免一些南营的立位 罢免南营立位 即是说 即是他想虎底抽身 即是 他是113折立位 南营占54折 民众党占8折 8折 8折不能罢免 这一笔分区 你罢免了一个 是罢免不了 因为是正党给的 他就算辞职 也有一个下面的人 会自动替补的 所以没有意思的 你一定罢免那些分区的立位 付君旗 花年出来的 你可以罢免他 是吧 还有很多人 你罢免不了付君旗 你找一些 譬如叶元支 做新北市 有个人 即是找一些 易入手的罢免 但这样就显示自己的问题 你罢免人 人家都是罢免那些民进党 刚刚可以 刚刚票数赢的区域 那些区域 那大家一起 鬥玩罢免案 耗费很大量的努力 时间 费用 风险 即是你赢与输的风险都有 整件事搞到乱世大龙 即是会变了 非常多这些口水箭在里面 而这件事 我觉得是 很耗费大家的一种精神时间 我们现在是抗中保台 联尾的关键时刻 而很多的新闻焦点 放在这些地方 很不值得 那另外 即是我不说 罢免不值得做 我就觉得 是一个非常 值得去再重新检讨的一件事 我不会认为 这件事我们放在台上 要谈的第一件事 这个很重要 那么 另一方面 就是 这个公民复决 公民复决 公民复决 就是说 希望通过这个 发动一些公投的方式 或者一些方式 倒逼立法院要听你的说话 但我相信 这件事是比较困难的 你要他这个 公民复决 各方面的事情 你要是 不承认 2024年 1月的选举结果 我觉得是一种 不健康的现象 你想想 2024年1月 投个票 买定离手 选完之后 继续完善复书 我会觉得 现在这个国会就是这样 那如果你说 你要推翻这个国会 要复决 立法院改选 或者解散的立法院 安置建筑的机制很难 那如果法外的机制 想打倒这个立法会 消灭这个立法会 焚烧立法会 更加是 立法院更加是 不是我们想要做到的事 我会觉得 有一件事 很少人说到 我提到一个线索 刚刚说的 我都觉得 某些事情可操作成 譬如说 福尔 释献 但我觉得 其实成功的机会 少于一半 不是说它很低 但它少于一半 你真的能够解决问题 就是一件事 你看看 这个基本的法律 是这样的 台湾所有的法律 规则 我们叫法规 看一下台湾的法律 牵法在上面 下面有法律 现在所有修订 这些叫法律 OK 法律下面有明令 明令就是说 行政的部门 就根据法律 去制定命令 在法律的框架之下 研究如何颁布规则 命令去实施有关的法律 我觉得有个方式叫順劣 是什么意思呢 你通过这条法律 你通过这条法律 行政机关是民进党执政的 立法院就是这帮男白 他通过了法律写的东西 譬如说 什么叫反质询 什么叫到场 而不去这个 而到场 而到那个现场 但是呢 就是什么叫做调阅 几样东西 什么叫调阅权 你调阅什么文件 似乎国家安全法等法律 你可以由国安的机关 甚至行政院 颁布一个命令 而将调阅权 宿到最小 比如什么叫听证 那你立法院通过的法律 哦 有个听证权 但你可以在这个 他通过法律里面 将他有关的听证权 缩到嘴杂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 反质询 成为藐视国会的一个要件 反质询 会被罰还的 但你可以定义反质询 去到非常乘 比如说 什么叫反质询呢 就是说 就是 就是 就是叫 就是 反质询的意思就是说 去反对 这个人家的质询 就是 我就要制止你质询 这叫反质询 而不是说 今天吃了饭没有 这些不是反质询 你可以用这些方式 来将 有关的法律的地方 予以解释 然后通过命令的方式颁布 那当然 南白会不满意 他会搞大堆司法方面的东西 但起码 你将生米煮成熟饭 我将你熟饭煮成粗 你做初一 我做十五 这些东西是最有趣的 其实所有的民主制度 都有这么玩的方式 就是 你释法 我不是用大法官会议 解释这么简单 这是一条路 另一个就是 向下发展 行政机关 就是用命令的方式 锁定了 限缩了 有关法律有关的规定 比如总统你说 要备受质询那方面的东西 那你在法律上面 有模糊地大的地方 完全可以用命令的方式 来处理的问题 这个我想是一个 比较值得去研究的方式 所以说在一个民主制度之下 很多东西可以玩到 而玩到的地方 当然会有很多争拗 但这些争拗当中 一些错误 就可以某程度上 获得彼補 当然 彼補了之后 度高一尺 会摩高一丈 但是摩高一丈 我是不是摩高一公里 即是我是度高一公里 分分钟有可能 所以我想就是 大家不需要太喜怒的 好了 最后呢 简单的时间 想讲讲另一宗 冤榮光归香港的 不过因为呢 这节太长了 我们呢 下一节再讲有关的内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